哈囉,我是阿金 歡迎來觀看扭曲的人的遊戲影片 恩...醫院嘛 然後這個櫃台後面的房間 有一個櫃子還鎖著 那... 九宮格的謎題已經解完了 他就拿到兩把鑰匙了 我想看...我看一下 電梯教廂鑰匙跟...餐廳的鑰匙 我應該可以先去這兩個地方嗎 是...電梯... 電梯難不成這個嗎 不對 電梯停在四樓 我先把一樓這邊探索一下 門整大樓的門是鎖著 哇...有密碼...不會吧 裝電池進去不能用 現在用不了沒電了 廢區裡面理所當然 呵...說到廢區了 大衛真的是...瘋狂往廢區跑 已經去過旅館...學校 終於來到醫院 二零一 是病房對不對 二零二 二零三 呃...哎唷... 靠...突然衝進去...這邊有血跡耶 而且跟... 公寓一樣是沒有二零四的 我應該先進那邊嗎 門壞都打不開 我直接先進這間好了 有血跡代表東西對不對 呃...三個病床 然後...最右邊那個病床 那種... 形狀怎麼怪怪的 呃... 好可怕的特效 我點了布蓮之後布蓮會... 拉開... 該不會有什麼東西吧...天啊... 沒有沒有... 床上有字...等等... 這個...這個床不能調查 第一張床很髒啊...我還以為有東西耶... 這什麼... 黑... 紅黑色的字... 看起來是用斜斜的 不要悲傷...不要轉移目光 因為那個對他們而言是... 幸福... 讓你得到救贖 蛤... 他們是指誰啊... 所謂的他們... 什麼意思啊... 看不...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門可以進啊... 蛤... 全部進不去... 這間咧... 啊...餐廳我有鑰匙...等等... 每一間門都...進不去...病房都進不去... 餐廳... 稍微髒掉了茶杯... 盤子... 杯子... 呃... 什麼也沒有啊... 可樂... 隨手撿起來喝... 不血... 噢... 靠... 嗚... 嗚... 欸... 空罐子裡面掉出了什麼東西... 小鐵絲... 等等... 鐵絲... 這個鐵絲該不會是用來... 開門用的吧... 不可能吧... 大衛不具備開鎖技能對不對... 如果可以開的話實在太... 太詭異了... 嗯... 這間房間應該... 應該都調查過了... 所有的門都壞掉進不去啊... 301... 進不去... 302... 進不去... 全都進不去啊... 搞屁啊... 電梯停在4樓... 哇...這個... 每一個樓層一定都有病房的隔間啊... 呃... 是... 是貓的聲音嗎... 呃...死掉的小貓... 剛剛那個聲音... 我第一... 一瞬間聽到還以為是嬰兒哭聲... 然後仔細想一想... 不對啊... 這不是嬰兒哭聲... 如果是嬰兒哭聲的話... 那就真的很詭異耶... 有點毛骨悚然啊... 全部開起來看看... 沒有東西... 死翹翹的貓咪... 貓的屍體... 肚子被切開... 好可憐... 慘不忍睹...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 肚子裡有東西... 這跟我自己做的RPG... 一開場的... 肚子裡面撿東西... 大同小異耶... 從... 貓的肚子裡面拿出什麼東西... 直條嗎... 什麼也不錯... 等等... 記錄一下再撿好了... 故意給我一個選項... 感覺有點危險... 呃...切開... 取出來... 欸!? 欸,咕嚕咕嚕嚕... 咁啦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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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th 沾滿血的鑰匙 是開哪裡的啊 不知名的生物死掉了 小貓吧 從母貓肚子取出來 沾滿血的鑰匙又是開哪裡啊 沒有標籤耶 繼續調查這個窟窿 門壞掉打不開 這間什麼 休息室 不用開門嗎 休息室沒有鎖 最新的雜誌是10年前的 那這家醫院照邏輯來講已經廢棄10年了喔 太可怕了吧廢棄10年怎麼沒有拆掉啊 飲料機飲料機 有輸耶 若我能死一顆心不治破碎 此生無悔 拉歐嗎 若能疏解一個生命的痛苦 貧府一次痛楚 幫助一隻昏絕的隻羹鳥重返竹巢之處 此生無悔 愛滅力伊莉莎白 迪根深 蛤 這該不會是某某世界名著吧 文學名著啊 不過我沒有研究我沒有看過 上去看看 這幾樓了 什麼聲音 是我耳機有問題嗎 上來的一瞬間我好像聽到有奇怪聲音 301 該死這些破門都進不去啊 3樓的門可以敲開了 他說電梯停在4樓啊 什麼鬼啊 第一次來到新地方好麻煩喔 每個都要調查一下 那什麼 那一攤是什麼 誰隨地大巧遍啦 是滴嗎 等等 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 啊這可以調查 已經乾掉的不知名液體大面積在地上 嘔吐嗎 不知道 好噁心 這是廢區什麼都 喔 我以為這間房間進不來 直接走進來 然後看見一個影子在椅子上面突然不見了 矗立著一張椅子 髒掉的床 什麼 喔又是我之前撿到的碎片對不對 如同那個時候一樣 我坐在椅子上固守著床 床上誰也不在了 我能做什麼呢 看著家人哭泣呼喊得不到答案 他的筆記他有來這裡不會錯 現在還留在這裡嗎 不可能吧 剛剛那個影子 剛剛那個影子到底是誰 是前房客嗎 這樣很詭異耶 要不然說我完全是在找 找幽靈嗎 找鬼之類的 鎖住了 電梯可以敲開了去敲看看好了 已經沒有樓梯可以上去了嗎 奇怪這個電梯 敲開 直接敲開管他的 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啊 電梯叫一下我有鑰匙嗎 AED是什麼鬼 AED是什麼東西 什麼也沒有 AED 自動的體外心臟電擊器 電力就一點點 電擊器 啊 而且我手上有拿著什麼沾滿血的鑰匙啊 是不是一樓那個鎖住的櫃子可以開啊 AED 啊 趕快記錄 他娘的什麼聲音 是不是有小孩子在唱歌啊 這都出門了 我不能下去喔 哇不要 這個一聽就知道是有 怪怪的東西出現為什麼不讓我下去 他應該不會在最大那間吧 直接過去看看好了 小孩子 不會吧 這次活著的同伴是一個小孩子嗎 嚇到了 而且小孩子怎麼自己一個人跑來廢去玩啊 你為什麼會在這種地方 點點點點 爸爸和媽媽呢 該不會是一個人來吧 點點 他怎麼都不說話啊 不會說話 他還在唱歌怎麼可能不說話 媽媽說不可以跟大師說話 我先自我介紹 我叫正向的大衛 今年26歲 住在這裡有點遠 興趣是看棒球 苦難 我喜歡棒球 媽媽買了棒球手套給我 禮拜六玩棒球 是嗎好羨慕 好羨慕 好羨慕 你叫什麼 浮拉肥 不能來個中文名字嗎 浮拉肥 那是你的名字 恩 因為媽媽說我的頭髮像毛巾一樣蓬鬆鬆 所以是 浮拉肥 這讓我想到小馬 Pinky浮拉肥 是這樣子 這樣念嗎 我不是Blow你所以我不知道 這樣啊 浮拉肥 媽媽呢 是浮拉肥還浮拉肥 隨便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媽媽沒有來嗎 那個回家路上 跟媽媽走著走著 忘了東西不知道去哪裡 外面等很無聊就進來了 唱歌媽媽沒有回來 不對吧 這裡是醫院廢區外面住家有離這麼近嗎 沒路了嗎 你家離這裡很近嗎 我家在學校附近 這裡看不到學校一定很遠 能一個人在這邊等很了不起 不會吧 該不會那個媽媽是把小孩子丟到這邊吧 是遺棄他了嗎 這樣想起來好恐怖耶 很黑暗耶 而且我不要叫他什麼 好繞舌啊就叫他小孩子就好了 這種晚上遇到迷路的小孩附近有警察局 帶他去比較好 可以出去嗎 YO小孩 一個在這麼暗的地方很害怕吧 要不要跟 叔叔一起去找警察 點點為什麼不說話 走吧 不要 啊 小屁孩聽話 怎麼了 我會請警察叔叔讓你看巡邏車喔 要不要和我去 有車車可以看喔 我送你一台車車好不好拜託你跟我一起去啊 我才不怕暗暗的地方 我是男生沒問題 害怕一個人的是大胃 該死小屁孩 好煩喔 喂 好煩的小屁孩喔 弗拉飛還是去追他比較好 說不定媽媽會來接他 討厭被警察盤問 蛤 下次再遇到帶他去警察那邊 蛤 大胃真的有點 袖手旁觀啊 小孩子在這邊跑來跑去沒有關係嗎 記錄一下 而且在這種廢棄醫院中 他是怎麼過來的啊 媽媽帶他來門口這也太詭異了吧 我要直接去服務台那邊開櫃子 可以出去嗎 不行 電梯卡住 咚啾 咚啾 耶 啊 原來是鐵絲開櫃子喔 完蛋了大胃真的開始 具備開鎖技能了 然後還有一個沾滿血的鑰匙 數字鎖的memo 看一下這應該是開 第一間大門的 什麼什麼 門整大樓 4489 哇 好棒喔 完全不用解謎嗎 直接就給我 數字鎖密碼 太讚 4489 欸 理所當然 啊勒 我有密碼但是因為沒有電的關係不能用 我身上有什麼AED嗎我可以用嗎 清張電擊器 喔有了 打開電擊器的蓋子拿出電池然後 裝上去 密碼手裝上電池4489 耶 耶今天我怎麼 腦袋這麼清楚啊 是因為謎題比較不困難嗎 密碼鎖接觸 進去 哇好長這什麼地方 通往門整大樓的通道嗎 好詭異耶 等一下我要靠邊邊走 來到新地區就要靠邊邊走 唉唷 STARF論 員工室 院長室 醫院的請求 給肚子裡有小寶寶的媽媽們 請不要把小孩子丟到醫院門口 這個月已經有六個小孩子失去了 失去生命 一大堆氣因喔 看過了 可以上嗎 打不開 這裡什麼 急診病患的搬送口打不開 蛤 照理來說這個門出去應該就是 外面了嘛 照理來說啦 女廁 不要回去 隨便進一間看看 呃 員工室對不對 有亮亮的 什麼東西 諮詢 諮商室 諮商室在哪一樓啊 是在 原本大樓嗎 病床 病床那一棟嗎 要查過的有點忘記 衛門鎖住了沒有東西 欸等一下有槌子 哇差點看肉了 太棒了 這個看起來好重 有需要的時候再來拿 蛤 哇 我有武器不帶在身上我還要什麼時候才來拿啊 說遇到扭曲的人的時候嗎 院長是特別豪華 連木板都是木製的 好大的跑險庫 我沒有帶磚子 鎖著金庫 還沒有提示我要開啊 少量的書籍排列著現代家族應有的樣子 家庭醫學全貌 這個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看起來是很複雜的書 蛤 六個凹槽可以相近什麼東西 蛤 院長寫日記 剛那個六個凹槽該不會是要收集六種東西吧 六種符文嗎 前幾天我收到了機關式的箱子 啊他就是在描寫這個箱子啊 六個空格 這是用英文字母拼圖排列出來的單字 打開箱子很有趣的東西 成為鑰匙的單字就是那個單字 是我最喜歡的單字 六個字的單字 難不成是Fluffy嗎 只有他的名字是英文的啊 無可替代 無可替代 只要說出來就會有幸福感覺的單字 對啊 Fluffy啊 蓬蓬鬆鬆毛毛的感覺 說出來就很幸福很可愛 下次讓女兒也來看看這個箱子 他往後翻了好多頁 我的天啊給女兒看機關箱子後他把拼圖全部藏起來了 算了 裡面放的不是日常會用的東西不太怎麼建議 哎呀哎呀 哈 小屁孩 他把所有的那個 密碼拼圖都藏起來了 有六個嘛 從女兒那邊得到暗示的紙條 不過我一個都找不到 有空的時候再去找吧 最重要的是完全提不起劍去斥責那個女兒 提示紙條 天哪有六個地方要找 有六個不收集到全部不知道要拼哪一個 那現在我等於是拿到一個 完整的目標 就是要先找到所有六個拼圖 再來看這個箱子的意思 看一下 第一個提示是 花很漂亮第二個是洗手 午餐在哪裡吃餐廳嗎 洗手來洗手台嗎 打電話給我 是找到電話嗎 護士小姐知道 啊 接近天空又是什麼鬼啊 是是要我去 去天堂找鑰匙嗎 什麼鬼看不到 人造花該不會在這邊吧 還真的耶 哇 所以說他上面提示的就是 拼圖放置的位置 第一個就是 花對不對 有沒有那麼好運啊 花很漂亮 沒錯嘛那什麼去洗手就是跟洗手台有關或者是廁所囉 這個紙條我是不是應該先稍微寫一下 因為 我不想每次 找不到提示的時候就打開道具欄要浪費時間那邊點來點去等一下讓我寫一下 花花有了嘛 第二個是 去洗手 午餐哪裡吃 餐廳嗎這個 不用問應該也知道是餐廳吧 打電話 護士小姐知道 完蛋第五個我想不太起來這什麼意思啊 護士小姐知道什麼什麼鬼啊 知道你晚上偷偷幹了什麼好事嗎 知道接近天空又是什麼 沒辦法沒辦法聯想 是陽台或屋頂嗎 東西大堆 OK啊 接下來這邊應該沒有路可以走了對不對 洗手台這邊有個廁所可以進嗎 打不開 廁所都打不開啊 可以下去嗎 喔 藥品保管庫 等一下記錄一下 我剛是不是記錄過啊不過 忘記了管他的 鎖住了 門牌張掉看不清楚文字 進不去 這邊不是壞掉這邊是提示打不開了 是這個鑰匙嗎 這個上面寫鑰匙我不知道在用的用在哪裡 沒反應 而且我剛是不是有拿到諮商室的鑰匙有 等一下回去原本在洞看看 小兒科 門整大樓這樣子 進去嗎 哎唷靠 嚇死人 小屁哈你在幹嘛 不可以跟東晃西晃 我在暗暗暗暗的地方沒事因為我是男子漢就算一個人也不會哭 從小就長這麼大的蛋 什麼都不怕嗎 不可能吧 小孩子很有勇氣呢 令人崇拜 你是我的偶像將來一定會變成勇者的 真的嗎 呵呵呵 跟美國隊長一樣勇敢 可是美國隊長 在變成美國隊長之前是很悲慘的 我很害怕一根走在這麼暗的地方 我在找人 如果有可以依靠的人跟我一起走 在哪邊呢 故意在那邊套話想要小孩子跟他一起走 喔他答應我了 我可以跟大威一起走 真的嗎 很愛心 小孩子果然要哄騙他才會跟著你走 我會保護大哥哥的耶 媽媽沒來就去警察局 組隊了嗎 他就這樣跟在我後面嗎 我以為是隱形的 而且他走路的樣子看起來有點可愛 兩隻手在那邊跳跳跳跳跳 我可以看到他嗎 可以耶 小鬼只有50滴 他跟著我一起在這邊 調查 他還會講話 是醫生叔叔用的東西 我好像要可以給我嗎 髒髒的不要拿 醫療機器 這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現在玩保母遊戲就對了 帶著小孩子到處探險 這邊 我調查過 這件是什麼 外科 鑰匙空堵住打不開 耳鼻後科 哇 唉唷靠 等等 打不開 這裡該不會是回去 手術師喔這邊 醫療器具 醫療器具 超音波 我每個都要調查看看 我怕漏掉什麼東西 點滴 醫療器 床鋪 空的 沒有東西了 不會吧這每一間都一樣嗎 我每間調查是 我每間他調查是不會吧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哇靠 我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 到底有沒有藏什麼東西 所以我必須點看看 我不點的話要是漏掉 什麼道具 到時候又要跑回來 重新再翻一次 逃生梯的鑰匙空堵住打不開 嗯 去三樓看看 三喔電話這邊一個對不對 耶 拼圖F 噹噹噹噹噹噹噹 啊這邊也一個 去洗手嗎我記得 還可以喝嗎 吼咙 好乾可以喝水嗎 不行是會吃壞肚子的 喝口水吧 喝自己的口水 要不然 我可以幫你找一個空罐子喝尿 這是貝爺教我們的 不行會喝壞肚子的 小便斗嗎 臭臭 雖然很臭 但是在缺水的時候 你就是要喝 你你要尿尿嗎 可以啊 我尿給你喝 不 不要好了 有種蟲 哇 好噁心 欸 欸 照邏輯來講 這邊應該有一個拼圖啊 怎麼會這樣 去洗手 有拼圖才對 怎麼沒有拼圖 在這間嗎 欸 這裡的洗手台有水欸 有東西堵住排水孔 拼圖一個 噔噔噔噔 欸不知不覺我找到三個人了 怎麼突然黑了一下 大衛哥哥我想尿尿 你想尿趕快尿啊 而且你不一定 不一定要進去 廁所裡面尿吧 其實你隨地尿在角落就好了 是 是嗎 這裡是女廁 去隔壁男廁 沒辦法沖水 沖 還沖什麼水啊 不用了啦 既然是廢區 你就是隨便找個角落尿了啦 齁呦 沒問題我去囉 你要去哪裡啊 他就是不在角落尿然後等下又出事情了對不對 我再鬚鬚等一下 完蛋了 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啊咧咧 出不來了 門卡住了對不對 打不開 欸 所以說嘛 哭了 嚇哭了 我出不去了嗎 我會永遠被關在這裡嗎 怎麼可能 再等我一下 等等 記錄一下 我 呃 我想想看 一樓櫃子是不是有個大槌子 媽了 應該是那個東西才對啦 大槌子 我要去救Fluffy 欸 不對 蛤 三小 然後 那 那 這 這怎麼辦啊 而且很奇怪 我知道是小孩子的哭聲對不對 他關在廁所裡面 但是 整棟樓層都是他的聲音 走到哪裡都有 感覺 有點毛骨手的感覺 打破牆壁去隔壁 有什麼道具可以用 蛤 喔 我要先來調查這邊的水泥碎片 然後再去拿槌子對不對 這是一個觸發事件的順序 希望如此 有了 可以了 噔噔噔噔噔 鐵錘說看 他說看起來很重 但實際上還是帶著跑了 哎呦 怎麼辦啊 該死了 我進去之後該不會看到獵奇的景象吧 我有槌子啦 趕快用啊 鐵槌 很危險 快離開 人咧 廁所嗎 這個門打開一定下一秒獵奇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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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過來好可怕 沒事的是我大衛 喔 沒事喔 大衛哥哥 沒死了 我還以為他死了 嗚啊 哇 戲劇圖 哇 正太 哇 不是我的菜好險 有沒有受傷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一直在等大衛然後 轉頭往後看有個人站在那邊 他要抓我 他長怎麼樣 脖子歪歪扭扭的 而且在笑 還說找到你了 該死的那扭曲的人還是跟來的吧 脖子 扭曲的男人 是那傢伙嗎 果然坐在這裡來了 可惡 為什麼目標不是我是Fluffy 欸 對啊 為什麼他追小孩子啊 好可怕 好害怕 沒事了 很努力了不起 而且在這麼小的房間裡面 小的廁所 扭曲的人竟然沒有抓到Fluffy 太誇張了 是說他逃跑技術一流 如果那傢伙來了 Fluffy太危險 還是帶去警察那邊 去警察叔叔那裡吧 自己很暗太危險的妹妹去 不要 我要跟大衛哥哥在一起 在這裡等媽媽 不要任性了 媽媽一定去警察叔叔那裡了 所以 不對 媽媽說在這裡等 哇 她絕對會來接我呢 我很堅強 媽媽來自欺會 我要等等 哇 好煩 嗯 Fluffy 一巴掌糊下去 再稍微找一下 如果還是不在 還是沒來接他 再帶去警局 嗯 哈 小孩子就算說不要也可以強行帶去啊 要不然怎麼辦 這麼危險 媽媽一定馬上就會來 你是男子漢對吧 哭屁喔 男子漢 我哭了的事不要告訴媽媽 媽媽討厭我哭她會生氣 這是男人之間的約定 我不會告訴你媽媽你做了什麼 呵呵呵呵 嗯 耶 又救到他了嗎 欸 我不能從這邊回去喔 等一下 記錄一下吧 看一下時間 三十二分了 差不多了 門不是能打開嗎 打不開是那個怪物做的嗎 欸對啊 我現在出來的門怎麼變正常了啊 我停在三樓這邊做的段樓好了 三十分鐘了 接下來應該是要跟Fluffy一起找剩下的拼圖啊 拼圖 AYF 我已經有三個了 其實找拼圖還蠻簡單的嘛 只要有認真調查的話 應該自然而然都會減齊吧 希望啊 我只希望最後一個接近天空是什麼意思啊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接近天空啊 OK 那今天扭曲的男人就先在這邊做個段落 然後我們下一部的影片再見 掰掰